53度是比较比较容易出错 这地方他是从这边 这边是有53度 如果说我今天要画这个线段的话 用那个建构线会是最快的 用建构线 如果以这一条线当成出发 然后建构线里面有个角度直接给53 这个地方这一条线就可以画出来 如果你不用建构线 当然也还有其他方法 比如说我如果以这一条线 当成是画线的基准的话 那我这边以那个绝对坐标来看的话 这样应该是几度呢 53对不对 然后 这边应该是这个角度应该是 应该是减掉 应该是两边嘛 像这两边因为这是直角三角形嘛 所以这个应该是37度 那也就是27 减掉 37度 减掉37度的话 233 3度 所以这边的话是233那你可以用什么 最简单就是基坐标 从这边画过来233度也可以啦 两个方法我们来试试看 这地方怎么做 那 后面的这边有等分线所以你画一条线之后 把它等分一下 前面有做过 然后呢 切切半做出来 这一题应该不是太困难 OK那首先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1个的话 我们先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 应该没有问题 前面画很多 at 80 0.58 没问题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画这条线 那当然我刚才有讲过吧 你可以用画线 画线的话你可以即坐标按右键 设定一下 233度按确定 直接呢 从这边拉一条线 233度 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方法 第2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建构线 点一下之后的话 建构线有很多种方式 有水平的垂直的 有角度 二分偏移 那这里的话请各位 输入他的角度 A Enter 给他的角度的直接给 53度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刚好会出现有一条 建构线出现 那建构线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 他就是一个 我把游标放上去了 他这边有一个 说明 其实呢 所谓的建构线 就是建立一条 无线长的线 那这个无线长的线 他可以将来让你做 修剪用的 所以你将来如果你要需要一些参考线的话,你可以用建构线来做 比如说利用这个地方我产生一条53度的一个线段之后 最后如果 这个地方上下不要的话,把它修剪 空白键一下 把这个上面跟这边把它修剪掉 那一样是53度 其实呢 他就等于是233度了 做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再把这地方 往这地方 接在一起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做一个分解 因为如果你要偏移的话 我上面需要有一个 距离是45度 45 那你要往上的话呢,你必须要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做一个偏移 那这里的话,偏移 偏移之前的话,先把它分解 选这个物件 空白键一下 再来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往这个地方偏移 45 偏移45 往上 那偏移 再来的什么 等分 或者你下个指令 叫DIV DIV的指令也是等分 不过 有的时候 指令偶尔会忘记 那你也可以 还是可以在点里面找到等分 所以这部分的话 要不你就记位置 要不你就记指令 直接打DIV Enter也是一样 OK 那等分之后的话 他问你说等分的物件 点下去 按 几个 三个 所以三个 Enter 好,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产生两个点 特别注意 在前面我讲过 如果你们 在预设值里面 格式里面的点形 应该原来是这个 按确定 会只有什么 没有东西 你必须在格式里面点形式 再去把它设定 不然的话会出不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画个圆 圆的半径 他给我们直径 直径是11 那我就5.5 半径就可以了 OK 然后把这个圆怎么样 搬到这个点上 不过特别注意 预设的 物件锁点按右键 他的节点是没有点下去的 没有点下去的话 你是没法移到那个 他叫做节点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有 把他选取状态 按右键 现在是没有的 把它点下去 再来用复制 然后复制这一个之后的话 空白键 抓到他的中心点 移到这个节点 因为我有选 我的物件锁点里面有节点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可以 点得到节点 然后再到短点 接下来把这个地方 这两个节点 选之后按删除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绘制里面的 圆里面的切切半 切 切 然后半径的话呢 因为他给我们是直径 那 半径的话就 10.5 Enter 那最后的话呢 不要的部分把它修行 把它拿掉 再来你们再做那个标注一下 那标注部分等分线 然后其他角度啦 再来半径把它标一下 那这一题就完成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这个是 范例52 范例52 你说 公众